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以什么标准评判 广东宏远的近两个赛季 都是辉煌且伟大的 但唯有这个赛季 才能真正欣赏他们成就的伟大 上赛季 广东宏远拿到了球队第九个冠军 成为CBA史上 独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然而 这并没有让他们停下追求冠军的脚步 在这之前 球队还需要做一些工作 来为前方漫长的道路做准备 新赛季我希望所有的球员能投入更大的精力 投入到联赛的准备当中来 广东宏远的未免之路将从总冠军戒指颁发仪式的那个夜晚正式开始 这边新赛季的节目战将在东莞银行篮球中心打响 上赛季冠军 广东东莞银行队 过去15个赛季赢得9个总冠军 这让广东宏远成为了联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队 每一个赛季开始就是意味着新的一年新的竞争开始了 那你要全力以后去做最后的赢家 今晚他们将接受顶级竞旅辽宁本纲的挑战 辽宁队一直以来都是总冠军强有力的争夺者 为了能给辽宁篮球再添一个总冠军 休赛期他们专程引进了一名超级外援 实地分增 但随着节目战的进行 辽宁队看上去还是绿讯一筹 给他漂亮 阿联 赵 赵瑞 赵莫 二加一打成 力量对力量 三加二的机会 我漂亮 攻击接力马上再次完成温度功 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就打这么强的对手 其实对我们来说压连还是蛮大的 邦兴改 全球 这儿抖抖广东的风格完全展现出了 同队在这次比赛107比98 拿下了新赛季的揭幕战 在赛季初期 广东宏远就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放眼望去全队充满活力 后卫线更是火力全开 其中包括刚刚经历过世界大赛的赵瑞 还有年轻的新星胡敏轩 这支球队的每一次攻防都拼尽全力 而他们的当家球星易建联看起来似乎也饱刀未老 广州全明星周末 广东宏远也有不少表现 易建联 赵瑞和胡明轩入选了全明星首方 易建联 外线的突手 三分进入 前面上机胡明轩 好球 16秒钟 看一下南京明星队的反击 这球赛还是打尽了 全明星周末 广东队全员开花 把全明星变成了他们的秀场 正当广东宏远一路高歌猛进时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连赛的进场 同时也打断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大家不知道复赛的时间点 凶练上很难安排 然后球员有没有目标 对于这一块来说大家又不能出去 全部在封闭 那这一块来说每个球员的这种精神压力还是非常大 对于教练来说我们也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国内疫情好转及多方共同的努力下 CBA也终于迎来了复赛 赛会制的比赛方式也给球员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正当球队积极备战复赛时 队内传来喜讯 队长周鹏商欲付出回归球队 这帮我们的阻力带到一种另一个层层 与 Joe能够出回归 他能够出回归1-5 我们的阻力是基于很多转积 和 Joe能够出回归都能够出回归 我们比较困难比 Joe能够出回归 他我们是我们的阻力 他我们的阻力是我们的阻力 所以当他在阻力带到我们的阻力带到我们的阻力 和我们的阻力带到我们的阻力 我们更加肯定 周鹏的回归坚定的广东宏远未免的信心 再给我们一次一个演货 演货非常好 回给周鹏好机会啊 周鹏好一下 公共接力太轻松了啊 哎呦 就是 发球失误直接形成对手的快速 哎呦漂亮 广东队用一波16连胜席卷了整个联盟 44胜 为广东宏远确立了在CBA中的地位 成就了时尚最完美的常规赛 最佳教练 最佳新锐和MVP也都让他们揽入怀中 漫长的常规赛 告一段落 球员们也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而这期间恰巧赶上了主教练杜峰的生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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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这个蛋糕特别好吃 就不要砸 杜峰在生日会上给自己球员送上了祝福 宣宣来宣来宣来宣 哇塞 生快乐子 哎呀这个 你看吃了你的心都有啊 哈哈哈哈 吃了你的蛋糕 所以先为你吃蛋糕一看 来 来来来 来 来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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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就适合了 好 少少快来 少少快来 一点啊 少少快乐子 哈哈哈哈 火山饼 火山饼 耶 火树 我希望这个球员有一个最好的成绩吧 季后赛开始 联盟排名第一的广东洪远队 将对阵东道主 青岛国姓双清队 季后赛首轮采用单败淘汰的赛制 这对未免冠军而言不容有失 第一次淘汰赛就一场的情况下 谁也说不准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只能去积极地面对 然后赋予这个球场上更多的专注吧 特别是如果我们玩得很厉害 如果我们玩得很厉害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玩得很厉害 我们会有点满意 比赛一开始 广东队在攻防两端 打出了强硬的表现 漂亮啊 这儿都不来了 这里漂亮啊 非常漂亮 压出来了 这是广东队上手段 但是好景不长 广东队头号球星郁建连 在一次进攻后受伤离场 尽管阿联伤退 广东队仍更胜一筹 他们顶住了青岛队的攻势 成功进入四强 完成了积极四强的任务 他们在军生区 所以军生区的历史第十贯的流程当中的第一步 进入半军赛 广东宏远的对手是夺冠热门 北京首钢 第一场比赛开始后 由于叶剑联的缺阵 北京针对广东的内线发起攻击 广东队这边紧咬比分 然而常商形势风云突变 给了曾凡日一个夺权犯规 曾凡日在一次进攻中背叛夺权 这更是给广东队薄弱的内线雪上加爽 为难关头 老将苏伟站了出来 接管了广东队的内线 由于苏伟来说 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而且他知道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 攻防两端 都能够给到广东很大很大的一个信心 这就是一个老将的作力 好球啊 二加一打掉 当时认为我应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球场上应该通过更积极的表现 更好的去调动自己 去靠我一个人的能力 去弥补他留下来这个巨大的空缺 那肯定是不够的 当时也是需要我们全队的力量 大家一起去填补这个空缺 比赛来到下半场 北京队在林书号的带领下 逐渐将比分拉开 北京队更是取得了19分的领先 但要淘汰一个酒精考验的冠军 并非一致 特别是杜峰率领的这支球队 当时这种情况 大家已经拼到缺氧 拼到眼睛的虎了 你很多的意识是不可控制的 只能凭你的由心而发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 毕胜的这种决心 我必须要跨过北京这套卡 让任俊飞去打一个错位 到湖顶周棚 好球啊 我投进第一个了 然后第二个我们都认为北京队 可能会重点照顾我 我这个机会可能不太容易出 我们就打一个交叉呗 想让二飞去投 二飞说我今天手不太舒服 我肯定投不进 这种时候我进了第一个 我肯定有机性接近第二个 周棚出机会了 哇进了 二飞的三分投进 周棚 这是一个续命的三分球啊 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25秒 下击 哎 这个球 给了广东队 还有悬念 两个时间 我的天呐 两点三秒的时间 这个球究竟是宏远私利逃生 宏迪斯 两分 我的队友们和教组 都相信我 最后一碗 幸运地进入了 漂亮 大进了 祝你闻死 进加时了 自助者天助也 我的天呐 太逆天了 连哥受伤的情况下 我觉得落后19分20分 然后追回来 这个真的太棒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 当我打了这个打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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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们会赢了 因为 这些团队很难 你知 这些团队很难 你知 这些团队很难 你知 我们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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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得好 曲杰 抛投 靠近 哇 任俊飞突然一下 在进攻端找到了感觉 太精彩 太激烈了 在阿联缺阵的情况下 在其实一度落后到18分的情况下 广东队拿下了这个系列战的首胜 广东队最终完成了大逆转 拿到了系列赛 赛点 不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不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不论我们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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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我们有 你看 我们为你们爱的事业 奋斗了最后一秒 最后一秒 你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这么困难的时候 这么困难的时候 你们没有放弃 我们落后20分左右 都能反败了一些 你想想你们能做到什么 你们可以做到奇迹 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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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系列赛第一场的熬战之后 全部的压力都来到了北京首钢队这边 他们深知第二场比赛的重要性 要么赢球继续 要么输球回家 上场比赛我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有能力跟广东去争这个决赛拳 那当然比赛结果确实有很大的遗憾 这两天我们也是 以调整球员的心态为主吧 那么忘掉上场的比赛 想想我们是怎么去最多领先19分的一个竞技状态 就当最后一场球去准备 那么全力以赴去跟广东拼一个 上一场将到手的胜利拱手相仗后 北京队主教练谢礼斌便对广东红圆进行了针对性的复制 周鹏 还是手软了一点 谢礼斌的布置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北京队压制了广东队的进攻 失去了投篮的广东队 让主帅杜峰意识间也毫无理办法 主帅以来一直在赢球 大家又成了以前的状态 觉得红圆好像就只能赢不能输 赢了正常的输了好像 别说输了就是赢少了好像都不正常 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就慢慢成了一个压力 对于球员来说也是成了压力 好在广东队还有外援维姆斯 他用得分暂时帮助广东队稳住了分场 但是今晚北京队没有在同样的地方跌倒 就被方舍抢下来转换周一祥的三分 他们不负重磅 以90比86战胜广东红人 将系列赛大比分搬成了1比1 在三局两胜的半决赛当中重回同一起跑线 系列赛第三场一触即发 对于广东队来说想要未免成功 必须要踏过北京队这道坎 站在这个最后一场比赛的舞台之上 其实大家都知道前进一步是天堂 后退一步是地狱 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在阿联复出 然后能够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内外结合这才是广东 针对北京的防守的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为了能闯入总决赛 伤势还被痊愈的郁简连 选择了强行付出 简连来了 漂亮一下东东 简连漂亮 阿联回归之后呢 阿联三分 三分 三分投进 她的回归也给广东宏远 吃了个定心碗 阿联低脚的空位 好球 再投进 在这场充满对抗的比赛中 这样无与伦比的攻防强度 在这个系列赛处处可见 与上一场比赛不同 广东队有更多的球员 站了出来 漂亮 好球 比赛开始之前 杜导跟我说 今天你就是说如果要上场的话 就是放开一点 先把防守做好 然后出了机会大胆头 杜导的话给了我特别多的信心 来 好球 王兴凯他在青年队的时候 或者说他还在深圳的时候 就听说过他比股权还准 所以我对于他的三分是很了解 当时我问过朱 我说为什么要把王兴凯掉过来 又不让他上场 他说他是很准啊 但是他的准不能够掩盖 他在防守端的不足 我一直会很大胆的给年轻队员给机会 源自于我在训练当中非常苛刻的要求 和严厉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要通过训练 再通过比赛 不断地给他们调整 不断地给他们通过录像 通过风气 来让他们慢慢地提升这方面 王兴凯这个CSR能打出来 我觉得完全就是平摆棋 那五个月 自己针对自己的弱像去练出来的 王兴凯 漂亮 第四个三分球 第四季三分 哦 抢断 有度的抢断 有度的抢断 来了 就是这个动作 冲锋 漂亮 回应的三分球 这一场对于总决赛的争夺 直到第四季的最后一秒 才分出胜负 要给一个三分反规 明初航 哇 碰在了篮筐前沿上 那让我们恭喜广东宏远 再一次挺进总决赛 广东宏远 最终在这轮艰难的系列赛中 笑到了最后 再度闯进了总决赛的舞台 三场比赛 这个坎我们过去了 好 接下来 最后的收官吧 好 做好最好的准备 准备更快拿来挑战 好不好 一般行星 好 来吧 我们又来了 广东继续冲 广东宏远 加油 广东宏远 总决赛的对手 是熟悉的辽宁本岗队 在克服了外援和换帅的重重困难后 辽宁队一路突出重围 这一次他们期待可以为家乡赢得第二个CBA总冠军 广东队丝毫没有受到多赛一场的影响 赵瑞的转换 V免冠军一上来就让辽宁队措手不及 阿联首次运动战进球 这球传的相对来说有一些大意义了 嗯 顶着人上好球 哎呦好久不见 上场比赛得以重振的王兴凯 延续了自己的手感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度挺身而出 再到底脚王兴凯 好球 这个感觉吧 到了比赛当中我觉得 除了几回大胆头 就这样 连续两次失误 好球 双手碰篮二飞 广东队用整体实力打破了比赛的悬念 最终大胜辽宁 总决赛首战告解 广东东外银行110比88 战胜辽宁粉纲 达到三局两胜制的系列赛的第一场胜利 比赛没有结束 我们集中了六个多月七个月 八个月的联赛这么长远 第一次大家进来 但是就差一场球 就达到大家最终的目标 和心理最后的那个状态 好不好 祝赛加油 来来来来 我从来没看过 两个在防谁会咬起来防守 会防这么积极 今天确实没有他们拼得很 其实需要做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来慢慢解决吧 用明天一天时间来解决 总决赛第二场 广东红园已经准备好了 迎接他们第十个桂冠 但对于广东队而言 苏伟的甜菜或许会给球队的内线 带来些许隐患 而辽宁本钢队需抓住这个机会 放手一搏 才能给自己带来一丝争夺总冠军的希望 比赛开始后 手握赛点的广东队 没有受到苏伟停载的影响 很快统治了比赛 二 在广东队的更衣室里 苏伟也密切关注着场上的局势 大家到了这个赛点 感觉我们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今天应该是这个 最后赛以来投的最准的一场 就在所有人认为 广东队第十冠就此到手时 辽宁队却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 开始发起了顽强的抵抗 辽宁队顶级的后卫线 迫使广东队基本失误 好球啊赵金人 转换 郭艾伦自己来一票 郭艾伦更是用超高难度的三分 展现出他对胜利的渴望 开始落在了赵金人的手上 出手 好球 郭艾伦 射击的三分 终于在第四节末端 辽宁队扭转了局面 这球没要合 哎呦 投劲了 我们有一个比赛的比赛 你放松 你不能把所有的比赛 你不能把所有的比赛 然而比赛没有就此结束 广东队仍然有机会直指总冠军 可惜比分没能改变 姚林队用广东队的方式 上演了今天大力转 此时的广东队却只能回想 刚刚从他们身边溜走了什么 刚刚从他们身边溜走了什么 总决赛第三场终于到来 城王败寇 在此一局 最简单也最有效的给到罚球线 任军飞把这个中距离投进了 郭艾伦 后球啊 郭艾伦 漂亮的反击 双方一直陷入僵持 直到第三节 易俭连站了出来 他连续的投篮命中 帮助广东队暂时稳住了局势 阿联的三分 再找阿联 三分球 这一切阿联真是驾海子金粮 正当广东队准备借势拉大分叉时 易俭连手引跟线 突然受伤倒地 阿联的跟线位置 当时连个脚崴那一下 其实我就站在旁边 就是我心咯噔一下 当时我就很害怕 你知道吗 我想别有事 别有事 易俭连的离场 让广东全队上下感到不安 广东队必须全力以赴 才能享受到登顶的荣耀 冠军依然高高在少 广东队必须全力以赴 才能享受到登顶的荣耀 当时没有多想就是现本阵队的一起去鼓励大家 在场上把所有人的接触控制住 按照我们之前制定的方法 因为我们也适应过没有一点的时候 按照我们真正的计划慢慢地去打 毕竟到了第四季 大家还是需要去拼 关键时刻 外人维姆斯帮助广东队顶住了压力 又摸了维姆斯 漂亮 维姆斯如果说他是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话 那肯定不是 但是如果没有他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从半球赛提过来 他比马上来说 他对于关键球的把握 远远没有马上来得好 但是如果说复赛 或者说这位系列赛没有维姆斯的话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走到这里 现在球管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 如果广东宏远想要再度创造历史 他们必须阻止辽宁队最后的攻势 赵瑞的抢断 赵瑞来了 左手的上篮再打进 让我们恭喜广东东宛银行 成为2019-2020赛季CBA连赛的 总冠军 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难吗 恭喜广东宛银行 疫情让我们更加不容易 更加地珍惜这个冠军 我伤愈回来 还能继续战斗到最后一刻 还能拿到这个冠军 真的是上天的眷顾 希望上天继续眷顾阿联 让他更好地回来 阿联受伤了 感觉心里很难过 也很高兴 但是 我知道他为全队也是拼尽了全力 然后 我也很高兴 大家能一起把这个冠军拿下来 特别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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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肯定是继续的 我们不认为每个赛 都帮助我们的赛 都是永远的 没有人会忘记 我们的赛 我们已经赢了 30赛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赛季 广东宏远在不寻常的路上 通过层层考验 最终抵达了冠军的终点 这个冠军对他们而言 实至名归 现在对于CBA实惠王来说 他们只剩下把奖杯带回家乡 与广东当地的球迷们一同分享 夺冠后的喜悦 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